书接上回 接说着一段 黎原演绎 上回书 咱们说到 马镖马戚 跟延续延四爷 二位 来到了中藤府 见过了牧章阿牧的人 感情是商量着 给牧府的老太太 伴大寿 当时这延四爷提出来 唐慧请披荒班 而且这回定花榜 不捧弹角 捧的是老生 要定一个老生状元 牧中他这么一听了 当场拍板 好就这么定 马亲爷一瞧 就这么定了 我称 您这一拍脑袋 当时定 过些日子明被过来了 这皇上当初可说 不许疲惶进府 到时候您又后悔了 不让办了 那怎么办呢 咱们把这事啊 给定辞着点 中藤 下官 我有一言 可不知当说不当说 老七 你知道这怎么了 但说无妨 当初先帝爷 可是有口语 说花不乱谈 是垮签俗语 这不让唱啊 老七 亏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戏大臣 那是家庆爷的老皇令 墓下是什么时候了 墓张阿呀 他很狂啊 因为现在是道光爷 他又是道光爷 价钱的第一红人 再说了 现在满北京城 都是批黄身 你说皇上贪 能不知道吗 皇上也不过 睁一眼闭一眼就罢了 严子爷连忙拱手啊 中藤还是您老圣兵啊 嘿嘿老七 你还得跟你这 祝格亮严勒斯 多小小啊 哈哈 是是是 马七爷新的话 你明白就好 咱们把这事定辞着了 是下官我愚钝呢 严子爷又问 中藤 您当主司是自家平吗 啊 不自家平怎么着呀 咱不想热闹吗 我给您出个主意 中藤 您哪 要是把满北京城的 这些个文人雅士 达官显规都聚离一块 让大伙一块参平 那是锦上添花呀 年老人家就做个主持之人 您看怎么样啊 哦 好啊 就医的老四女 木章 让严续严四爷说的 心里的高兴 一想到将来 老太太这生日 要扮成那样 这热闹 可小不了 也是俩眼放光 很兴奋 马七爷一瞧啊 我顺着你这心气啊 顺高爬步 就照着严老四这条道 往下走吧 下官 我帮着您请人 老四 你呀 可叫撒帖子 把能约的角 都约了 让他们是一决高下 得嘞 这事儿您包的我身上 这个戏提掉 咱们哥俩 一定得给木中藤当好喽 好 老四 说的好 来人 要伺候中藤 以本不堂的名义 传京都各大小挥班老生 是齐聚一堂 让他们比试高低 我要选中一个老生状元来 至于说状元选出来之后 当然奖金 要大大的多给 这个消息传出去 那还了呢 整个北京城都轰动了 唱戏的更甭提了 那是十分的兴奋 奖金多呀 那是肯定的了 有这么句话呀 要想富走险路 要发财上木宅 那当时木张阿的府上 大手笔给的银子多呀 当然了 得这笔丰厚的奖金 这是其一 更主要这脸得漏啊 这一下戏班张张张动 木府要请堂会 而且是请皮黄 还要选老生状元 那听戏的也高兴啊 谁不爱看打擂台呀 就跟现在 相声大赛 歌曲大赛 小品大赛 京剧大赛一样 你平常唱啊 他没有这参赛时候 那种玩命 说行话叫某上 都是局儿 同台献议 大家伙一争高低的时候 谁不拿绝火啊 所以大伙都爱看这擂台 这不是在幕府商量好了吗 马亲爷严四爷 二位告辞出府 各忙各的 好这回二位 应这差事可忙坏了 跟着他办事的这些个长随 拿着他的帖子 满京城约绝 马亲爷那边呢 就开始请人 他请的都是什么 达官显贵文人雅士 这都是评委 主评判谁啊 是幕的人呢 下边还得有一帮评委呢 这归马亲爷请 他是正差 严四爷是因为跟戏班熟 他是约绝 严四爷一琢磨 北京城也就这点绝 这些绝啊 各宅门都熟 看戏的戏迷呢也都熟 那就不过瘾了 不成啊 还得从外府约绝 这差人到天井宝丁 凡是数得上号的 有点意思的 一个不能落去 都约 把这个事搞得 是尽人皆知 严四爷家里头可就热闹了 往来的人流啊 那是川流不息啊 好家伙 踏破了门槛子了 每天大早 就有人拿着败帖 上门求见严四爷的 有的是过来打正消息的 问问这张子是怎么回事 也有的干脆就毛随自荐 嗯 我自己呀 得上这堂会 想露一脸 也有的呢 是爱才推荐人的 还有的过来是兴师问罪的 那位说兴师问罪 是什么人呢 好有好事之人呢 新了话是说 严冷司你好大胆子呀 身为汉林院的侍奖 你敢把皮黄俗腔 推上大雅之堂 难道就不知道 先帝也有疑讯吗 可到这一戏打听啊 感情是牧章阿牧府的事 人家府正老太太半寿 而且这事是牧的人 亲自定的 新了话说 好家伙 牧章阿谁惹得起呀 躲躲吧 有的人还逗呢 说你怕他干嘛呀 不是先帝爷 那有疑讯吗 先帝爷呀 先帝爷也管不了牧中疼 先帝爷都上太庙那忍着去了 我呀也忍忍吧 所以这帮提意见的 兴师问罪的 知难而退 就每天这些事 哎呦 严死爷忙得不可开交 也是哭笑不得 什么人都有 书要减短 紧着张了这些日子 牧府这堂会 就是堪堪将至 这就快到了 这一天呢 严姐来了这么一位西亚书人 管事的 带着这位呀 可就告尽了 进来之后把书信呈上 严死爷打开这么一瞧 呦 谁呀 赶紧是春台班呀 大老板米应先拆来的人 他给我写的信 咱们说的这 得说说这四大徽班 这四大徽班 咱们跟您说了 是乾隆年间 是乾隆年间进的经 就是四喜班 和春 三庆 还有春台 夏淑的这位呢 就是春台班的 米应先 米大老板 这是个很有名的名角 这四大徽班 各有不同 当时人说呀 说是三庆的咒子 四喜的曲子 和春的靶子 春台的孩子 他们是各有所长 那位说什么叫三庆的咒子 就这三庆班呀 排这个连台本系 大咒最好 您比如说他排过什么 三国呀 水虎啊 杨家将啊 风神榜啊 这样的连台本系 三庆最拿手 四喜呢 四喜本来是昆班 所以叫四喜的曲子 擅长昆曲唱得好 四喜班排演的桃花扇 这是昆曲的经典呢 曾经轰动京城 和春的靶子 也就和春的武功最好 这靶子呢 也是黎元孩呢 行话术语 那个刀枪 那就叫靶子 台上打呀 就叫打靶子 后台不有好多箱子吗 割衣服呢 那叫衣箱 割帽子呢 那叫盔头箱 但有割道具的 管切门的 那叫切门箱 割靶子呢 叫靶子箱 那靶子箱里边就是 假的刀啊 枪啊 编的斧啊 都有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戏班啊 打靶子打得最好 有名 武系好 叫和春的靶子 春台班啊 是小孩最多 同龄 小孩演戏 虽然火候 不如老年灵工 但是小孩演戏呀 他卖力气 甭管是主角配角 上去之后全都抹上 他不犀利 火爆 我小的时候就爱看戏 我经常上戏校看戏去 戏校的学生排戏呀 特别的认真 而且特别卖力气 所以专有人 捧同龄 春台班就是 所以四大会班啊 各有不同 这就叫三清的咒子 四喜的曲子 和春的靶子 春台的孩子 米应先 就是春台的大老板 他给啊 严四爷下了这么一封信 严四爷 展信 仔细观桥 你瞧上边大概的意思啊 这是感谢严四爷 下帖的请自己 您那高台我 这回呢 皮黄班 金木斧 献议 要捧这么一位呀 老生状元 可是呢 我最近身体欠家 得病了 不能够赴唐会演出 为了弥补 春台班的遗憾 我呢 给您推荐一个人 是个年轻的后生 也是唱老生的 这个人呢 叫程长庚 让他参加这次唐会 这信里头 大老板米应仙 就把程长庚的情况的 简单的介绍了这么一番 严四爷瞧这个信呢 心里边就咯噔一下 翻过来 调过去 读了这么三遍 瞧了瞧 这个夏书送信的 米大老板病了 哎呀 米老板 什么病 哎呦 跟四爷您老回 我们米老板呢 吐血 而且老兔 吐血不止 啊 吐血不止 这可是很严重的病 上回见 我没叫住他病呢 怎么会一下病得这么重 吐血不止呢 哎 四爷 说的就是 这病来如山倒啊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突然之间的 那天呢 三夕回家之后 就说心里头啊 闷得好 到家 挖的一线 就吐了一大口血 这一线呀 就躺在床上 可躺床上 就没起来 吐血不止 哦 还是个疾病 你们请大夫瞧没有 那能不瞧吗 大夫说是 肺庸之症 现在人您都懂啊 这就是肺病啊 那年头啊 得肺炎 肺结核 可就容易死人 现在 肺结核呢 很好治 过去啊 您还甭说在清朝 就是到了清末民国的时候 这肺结核 简直那就是绝症 没治 严四言一听 米应先米老板 得了肺症 心中辗转良久 他要不来呀 这个老生状元 这堂会 可就失色很多 好吧 你回去 跟米老板说 叫他好好的养病 别的事 就先不用多想了 至于他推荐 这个人的事嘛 我考虑考虑 我给他个信 是 四爷 说完了 这个夏淑 这个就走了 旁边 这有几个英差的 还有幕府里头的管事的 也在这帮忙 大家伙 七嘴八舌的 可就聊着 说米喜子 这个病 来的 可有点蹊跷啊 是不是诚心 不想上这堂会 装病 前些日子 四爷 您见上他 还没事呢 怎么这几天 就吐血不止 趴着炕上 起不来了 米喜子 可就是 米应先 他的这个义名 就叫米喜子 他的学名 叫米应先 哎呀 旁边有的老成的 就说了 说您哪 还别这么想人 这把人呢 想小了 这米老板 可怕是真有病 为什么 米的老板 那么好的 绝技 这是个露大脸的机会 他能够不来吗 更何况 真要拿来撞人 这笔奖金 可是不少啊 再说 那个人 我知道 米喜子 那人呢 很仗义 他不会啊 无故的拿一板 可是 他推荐这小子 叫什么 哎 四爷 那信我们也没看 他推荐一个后生 叫什么 叫成长庚 就是 这咱没听说过 这不生虎子吗 谁听说过 没有 我也没听说过 大伙都没听说过 可说呢 你知道这位是谁呀 好别的 你喜子 怎么推荐他呀 这怎么会儿说的 大伙这正说 旁边那过了一位 哎哎哎哎 几位几位 你们说这成长庚啊 我认得 你认得 那行了 您认得 您给说说吧 您听过他这样 好 我太听过了 这话说呀 头好几年了 那会儿这小子 刚进北京 他在一小戏园子里头 唱打炮戏 那不说打炮戏 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演员 出到一个地方 首演 这叫打炮戏 一般呢 是连唱三天 要是唱红了 可就算站住了 这打炮戏要黑了 后边再想红可难了 这位可就说了 当初成长庚 在一小戏园子里头 唱打炮戏 再哪儿我都忘了 我们哥几个那天 一块正碰上 在这门口挂了一牌子 说是新来的灵工啊 唱打炮戏 我们哥几个一瞧 新人没见过呀 进去瞧瞧吧 到里边他们一瞧啊 您几位猜台上 怎么样啊 嘿你就别卖关子了 你快说呀 好 成长庚这小子呀 笛子一起头以后 在台上转幕 压根就唱不出来 笛子都给了好几遍了 他就没张开嘴 最后啊 笛子不吹了 他在那儿 自己没头没尾 干唱 就这么个意思 呦 严四言一听 心里边一琢磨 感情 这成长庚这水平啊 那么米喜的米大老板 为什么要推荐他来呢 真要说这位水平不成 在这谈会上唱杂了 这不是成心给我 难堪吗 我还能推荐他来说这位水平不成功 我还能推荐他来说这位水平不成功